吉安的道乡平交道改善计划终于有了进展 从去年10月份交通部长王国财和当时的台铁局长杜维 现场会刊允诺要由交通部指印450万元 进行相关设施改善之后 历经了5个月时间台铁公司表示已经完成发包作业 只带乡公所完成安全岛设备就可以展开工程 乡长游淑珍表示乡公所已经做好准备 将与中央协力共同完成平交道的改善工程 来守护乡亲的平安 道乡平交道路幅太广 两边遮断器距离遥远 让路过的民众不仅有安全上的疑虑 更容易误触警戒区而被开罚单 因此去年10月份 立委傅坤奇邀请交通部长王国财 和当时的台铁局长杜维到现场来会刊 同意由交通部指印450万元 来进行平交道设施改善计划 历经5个月时间台铁局终于完成发包 本来纵深是46米 一边是46一边是47米 改正深到29米 就是中间做分割倒 把这段机往前移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居民停到很外面 然后平交道开始响的时候 它会造成要过的时候被卡住 然后常常发生事件是因为 它要过的时候看到这东西掉下来 它就卡到平交道上面 然后因为一进入那个潮网的时候 他们又怕 然后就停到潮网线就被开罚 已经发包作业完成 在三月十五的时候已经执行 现在就等乡公所的那个 因为他们是代办我们那个中间分割倒 我们局长答应他们要我们出钱 所以我们现在在办理那个代办的作业当中 预计等他们发报完之后 我们大概是一个月内可以完成 这一项改善工程当中 简安相公所必须负责 纽泽西安全岛的部分 乡长游淑珍表示 简安相公所已经做好准备 随时可以和中央配合赶快来施作 我们愿意承担起地方的建设 由交通部来拨云荣这个经费来做执行 由简安相公所来承担起整个共构的范围之后 也承诺我们交通部 未来在执行结束之后 所有的保固期和未来的执行 就由简安相公所来接手 甚至于编列预算来做永久的管养 跟整个执行维护地方的协力周边的 一个所有的事务工作 那当然这是一个地方很沉重的承担 但是为了维护所有乡亲的安全跟建制 会议之后可能就由简安相公所来做 对外的发报工作 那发报结束之后 所有的两年内的管养 以及后续的围管和整个地方的建设 就要交由地方政府 也就是简安相公所来做 未来永续的一个服务 立委傅昆琪服务处 4月1号召开进度说明会 邀请台铁公司说明工程内容 也要让地方民众了解目前状况 希望借由中央和地方协力 改善交通设施 守护民众平安 这里会见一相报道